《溝片與大片》 歡迎大家收看《溝片與大片》 又是我方村明為大家做主持 今天會講兩套戲 而且是跟現在的政治行動 應該有些關係 講哪兩套戲 一套就是 不知為何很少有 沒有人會去關注這套戲 就是來自Pixar的重重特工隊 即是這個Feedbook Live 而另一套就想講一套古老的經典 就是這個 來自林嶺東在80年代的 一個成名經典作 這個家木風雲 為何要講這兩套戲 最主要是講的就是 因為最近 全世界都很空洞 有一個叫佔領華爾街的行動 源頭當然在華爾街 有一班美國的年輕人 就是因為這個金融的問題 亦都是因為覺得 那個金融體制運行得太過瘋狂 所以又希望透過一個佔領 即是在那裏進行一個 還有一個和平非暴力的行動 向政府表達他們的訴求 另一方面 不知道是否因為 其實甚麼都是美國佬說的事 很多人見到美國佬這樣做 世界各地的其他地方都響應 就想著用同一個方法去做這件事 香港就有一班 比較屬於左翼的分子人 都模仿這個行動 就在那裏 坐在香港的交易所 就想著用同一個訴求 就是去向這個 一方面 我想其實有幾方面的意義 一方面就是給政府去看 究竟他們的目的會是 不 應該這樣說 他們一方面就是想向市民去表達 他們其實那個決議性是怎樣 另一方面也是想告訴政府 整個問題已經嚴重到 現在要佔領這個交易所的地步 不過很奇怪地 他們就看回一些新聞 好像是上個星期六開始佔領 到今天已經佔領了大概五天 他們就是很奇怪地 就不是佔領這個交易所而佔領匯豐 我也有去第一天的時候 也有去大家看究竟發生甚麼事 發覺到他們都是用一些 他們的行動的標語和目的 都是跟這個打倒資本主義有關的 但問題在於我認為就是 在這個時候其實 而且他們一直在那裏留守住 期間都有那些住宿問題 還有那些飲食問題要解決 而另一方面他們都在搞社會人影接放棄 其實我覺得他們應該要放下 這個監獄風雲或者這個重衝特工隊 給他們看 為甚麼呢 因為其實可能他們在某一個地方來說 是有些問題 即不是問題的 可能這個問題他們自己搞成 或者可能暗地路 其實他們都是想這樣做 所以令到整個行動都是用這樣的方式 以及這樣的面貌去表現出來 例如說如果他們是想 其實他們是應該怎樣說 他們應該是 我認為就是要盡量地去 將那個參與性 應該是要廣泛地涉及到所有人 因為這個可以用蟲蟲特工隊去做一做這個解釋 因為如果大家有看過蟲蟲特工隊的話 應該都很清楚一個故事大概說甚麼 就是有一條 有一條 有一個賣莊的物體 有一些蟲 定期每個季節會去偷他們的食糧 那些蟲蟻每個季節很辛苦地去 去掃摘回來的食物 每次都被蟲蟲捏到大概一半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今次的蟲蟲越吃越貪 就想將他們所有的收入都完全去佔領 那這群蟲蟲其實很小 那些蟲蟲又大大隻 所以他們都沒有附和 派了其中一隻蟲蟻去村以外 去找一些奇能異士 或者一些超人 英雄 打算打走那群蟲 那 最後他們都找到一群奇怪的 一些奇怪特徵的動物 就是一些蟲蟲 因為大家如果有留意 那些蟲蟲的模樣 全部都很嚇人 譬如有些竹節蟲 或者有些金龜子 那些蟲蟲好像很堅困 但是我覺得製作者 都是跟回昆蟲的生物學解釋 他們雖然看上去就好像很堅困 但是其實他們只不過是一些保護術 只要刀一刀 或者被小鳥挑一挑 就很快就玩完了 結果那群請回來的奇人 那群很奇怪的 外表的昆蟲 其實全部都是一些廢物 原來他們只有一個樣子 那怎麼辦呢 大限有到 因為那群蟲 在轉季定時那一刻 就會來搶這些食物 那整個故事就是這樣 但是如果聽起來就很面熟 因為其實根本就是差黑澤民的漆武士 那為什麼要說這個話 又要去解釋呢 就是其實整套戲的最 其實整套戲的故事背景 就好像跟香港很相似 就是現在很多年輕人 很多福利 那些東西都被扣除 而且根本就是 那個物價和那個樓市的價格 都令到那些人的生活 根本就是完全是沒有可能 真真正的生活 而且有一種邏輯的調轉 因為可能在幾年前 那些人的想法就是 首先就要解決一些基本的物質需要 譬如就是解決食、住 那你就可以很好地去工作 然後就去建設這個所謂的建設社會 即是很呼托方地說 或者去創造你的事業 但現在根本就是 因為基於那個管理不善 或者所謂的金融主義 根本已經是 可以這樣說 政府和那幫寡頭 是玩爆全香港 因為它已經是 就是把人的所謂的滿足條件 已經是降致到 純粹是想去解決基本的需要 即是我現在做事 就想去純粹是有得吃和有得住 這樣就很糟糕了 正如我們去看這個無線新聞 或者亞視新聞之前 會有一種很莊嚴很偉大的國歌 就會就出來 就會見到一些人很努力地去 建設這個中國 建設這個垃圾香港 但是這樣就建設不到 因為你根本連基本的需要都做不到 所以其實某程度來說 現在其實整個香港的現象 是一個自毀性的現象 所以其實可以說得到 就是香港的狀況 和重突攻隊的故事背景有點相似 那之後呢 為什麼要解釋 那套戲怎樣和這個事件有關係呢 就是那幫去佔領中華的人 其實同樣地都是用了某些外國的例子 或者概念 就是去希望 完全照版轉換地去想同樣地去解決這個問題 但問題在於 其實沒有一個很好的自主地去思考 究竟這個行動是否真的可以有效地去改變 或者去修正整個問題呢 因為這裏都有一個小小的轉變 正如剛才所說 那幫請回來的那幫人 其實全部都是易打錄 那怎麼辦呢 那幫蝗蟲很厲害 最後那幫人 就是在這個情況下 因為其實他們那個所謂的一個 對於那幫英雄好漢 可以保護他們的幻象 就遲底幻滅了 在一個時候 他們就唯有 不是唯有 是在這個這麼惡力的環境之下 他們是可以突然之間 是透過那幫賣 是透過自己的力量 去反抗那幫王蟲 從而也帶動到那幫二大陸 就發現到自己所謂的專長 是一起去打退那幫王蟲 這個再拆開說 因為不知道為什麼 很想拆開一些東西 而這一部分 剛剛就跟那套 被我們視為很 所謂很烏托邦 很共產理念的阿凡達 反過來 在阿凡達裡面 那套被人類迫害的外星群族 是需要透過一個大白鬼 幫助之下 才可以去擊退那幫人類 但是 在這套從中特攻隊 就反過來 而且真正正地 那幫螞蟻是透過自己的力量 自主地去解決整個問題 而這才是真正正正的意識進步 而且 整個社會是由人的意識去支撐著 這樣說 突然間很空洞很空返 但是如果 如果 譬如 如果某些法例 舉個例子就是 如果你當你欠交罰款 其實你欠交罰款的條例 那個權威性 不是來自那個規條 而是你真正相信那個規條 是可以合法地運作 所以你才會是 是令到那個規條本身 是可以合法地去行駛的 那就是說 所以 正正是這樣 人的意識才可以令到社會的規律 可以繼續運作 你只不過是相信那件事情 就是這樣說 好像突然之間 那些事情好像突然之間很空泛 但是 總之人的意識是支撐著整個社會的存在 那如果你覺得整個 其實 所以可以 基於一個前提 可以這樣說 整個社會的所有現象 都是由所有人一起去支撐著 有份去搞成的 那如果 你想改變這個社會 而 只是透過一些 一小撮人的 大炒大鬧的話 雖然這個不是一個大炒大鬧 我明白到 那個行動是有一個 有一個針對性 但是 問題在於 他似乎 只不過是 真的完全 把美國的佔領行動 照版轉換來做 這樣的話 根本 一來他沒有想清楚 究竟 確實有個計劃出來 可以怎樣去解決問題 另一方面 根本就是沒有 沒有一個廣泛性的參與 這個行動 可以說最終可能是會失敗收場 所以 另一方面 可以說一說另一部電影 就是《監獄風雲》 為什麼突然之間 又會扯上這個關係呢 其實《監獄風雲》 就是《監獄風雲》 裏面周恩發所做的角色 叫阿正 他那個 那個 那個角色 那個意識的 那個轉變 也跟這個重重特工隊 也有幾分相似 因為整個故事 我想都不太討論地說 因為大家都可能對這個劇情 背到滾瓜 也有些認識 就是講 梁家輝就不知怎樣 就入了監獄 就 在裏面有一班 什麼黑社會 那些事情 但最主要的問題 其實不是黑社會搞出來的 是那班 辱犯 辱就是 就是處理不善 就令到整個 整個 整個 監獄的生活 就好像比較 比較傾向於 就是 不公義 那班 那裏面就發生了 很瑣碎的事件 那裏 那裏 辱警 就突然之間 就是 有一個政策 就是把裏面 那些生活的 必需品 就是 那個 價格拉高了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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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決定進行這個 集體霸食 就是 向這裏 作為 所謂的 統治機關 希望他們 就手 其實這個 這個 這種想法 就跟這個 摺氧行動有點像 他們 就是 有一種想法 就是 其實他們都是一種貴求的心態 希望那群統治者可以給你多一點半點的利益 但如果這樣的話 只不過在意識上都是當作祂是你的主人 祂的地位都是高強過你 如果現在的行動是認為在香港金融體系核心的地方 其實你是有權或是有自由 可以透過某些我認為更激進的方式 可以令到你們的敵人就犯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歡迎大家收看 下次都是說其他戲 詞曲 李宗盛 購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